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的一个外身的一个材质是采用了我们三明治的一个复合车身结构 两毫米厚的镁铝合金加强了我们的外墙板 高强度铝合金龙式框架的一个结构也可以让我们整部车更加的结实 车侧也是给我们配备了一个手动的遮阳棚 还有一个我们的插座 方便我们在外露营的时候去插一些我们的电器 同时它的边上还有一个我们的外置淋浴涕 也是方便我们去冲冲脚稍稍的洗洗手之类的 同时它的下方也有一个我们这个小桌板一个操作台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在上面放一些东西之类的 车的后方其实是一个超大的收藏空间的同时 还有一个外置的抽拉力的一个燃气灶 也像刚才我说的一样 在外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炒炒菜 一回身就可以把东西放在我们的小桌板上 还是比较方便的 车的这边相对来说也是一个超大的一个 我们铸藏空间的一个地方 同时大家可以仔细观察它还是一个带拐弯的 放下很多行李 我觉得真的是绰绰有余了 在动力方面是3.0T的全油发动机匹配8AT的自动变速箱 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25千瓦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400牛米 驾驶位也是给我们配备了一个这种多功能的一个方向盘 同时还有拍压监测 还有硬速巡航的一个功能 由于这款房车是没有额头床的一个设计的 所以在我们前面的这个部分 就给我们准备了一款电视 非常好的一个视野 有一个小天窗还是蛮不错的 车内的话它其实是有这种 两个这种带安全带的座椅 它其实我们的副驾驶和驾驶 这辆车整个是核载四人的一个状态 我面前的这个小桌子也是可以去调节它的高度的 那我现在是在一个厨房的区域 我们从上往下看 这是一个带锁扣的我们一个小柜子 这边也是有一定的储物空间的 同时我们的车油烟机 还有一个电磁炉 还有一个带翻盖式的一个我们的洗赛盆 可以跟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洗一些瓜果梨桃 那它的下方就是一个很大很充足的一个我们收纳空间的一个地方了 同时在我们的这个洗赛盆的边上 还有一个我们这个外置的一个小板子 可以拓充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操作空间 后方有一个我们的小橱柜 这个空间区域真的是很大了 那在它的下方有我们一个微波炉 还有我们这个小小的一个小冰箱 虽然我管它叫小冰箱 但它其实里面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空调是来自我们意大利的特莱尔的一个房车的一个顶质空调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积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别的 同时也是经过我们的一个测试 北京的一个夏天 它是可以在15分钟内车内空间的一个温度 从31度降到28度的 那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就是我们的卫生间的区域 大家也可以根据我站在里面感受一下 我们卫生间的一个空间大小 配备了我们的毛巾架 还有一个合适马桶 还有我们的洗手盆 还有我们的沐浴器 整体我感觉卫生间的一个空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宽裕的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车的后方 就是一个休息的区域了 那这个尺寸呢 其实是2米1乘1米3的一个尺寸 上方呢 也有我们的一个除掉棍 还有一个换气扇 我觉得在上面打棍还是蛮不错的 也比较舒服 它其实是有一个顶质的升降床的 那现在带大家来看一看 那我们这张床的尺寸呢 是1米1乘1米95的 它其实我觉得睡两个小孩 空间区域还是比较合适的 同时大家也不用担心 它是有 每边都有它的护网 也不用担心大家摔下来 水楼方面呢 是200升的清水箱和70升的污水箱 在电路方面呢 是标配的是700安时的锂电池 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去升级到1000安时 同时呢是疲惫的是3000瓦的逆变气 那这款车的售价呢 是47.8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更多的房车视频和房车资讯 进行关注房车情报 我们不见不散再见